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早晨要觐见 怕金钱失忆没怎么吃饭 结果遇上这些事 午饭在冯林家自然也顾不得吃 出了冯林家又赶到皇宫 皇帝可没有留他吃晚饭 此时此刻 韩昌觉得真是饿了 但看着饭菜 偏又没有胃口吃 便饮了口酒 略吃了几口菜 韩元朝这才问道 父亲到底出什么事了 原本说是禁剑 短则一刻钟 长也不过一个时辰 而且按照大家的猜测 韩昌就是属于短的那一类 却没想到这一去就足足半日长 还前后三次入宫灭生 韩元朝 叹口气 放下筷子 看着儿子 说道 唉 元朝 出的事不算大事 而是可笑的和可悲的事 可笑 可悲 他们说是冯中成出了事 冯中成的事跟我们的事是一回事 我猜对了 这个成娘子就是那个娘子 我今日在宫里见到她了 韩元朝一正 宣妻明白了 父亲 他神情也有些复杂 父亲对那个娘子感激不尽 当初在太平居听到那个婢女说不是的话 他心里真是松口气 只没想到 父亲在宫里与这娘子相见 如果是没有他去太平居此古分的那件事的话 可以说很欢喜 但偏偏此古分在前 而且还是当着这娘子的面词的 父亲这心里该是怎么样的 悲喜交加呀 韩元朝推开机案 俯身失礼说道 父亲 是孩儿不孝 让父亲您受苦了 孩儿明日就去成娘子面前赔罪 听他这么说 韩昌笑了 我也给那成娘子说了这句话 你猜他怎么说 韩元朝抬头看他 迟疑没有说话 韩昌超说道 他说你没有把他当恶人 所以不用赔罪 韩元朝坐直身子 面色变幻 一时不知道说什么 他倒是明白自己 室内一阵沉默 灯花爆结 不是赔罪 也该是去道谢的 韩元朝最终说道 他几头 视线清明坦然 韩昌看着儿子 眼中闪过一丝无奈 一丝赞叹 道不同不相为谋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坚持和选择 虽然做出抉择很难 但还是要选择的 韩昌想到什么 说道 我对了 他说你对他有大恩 这是怎么回事 我对他有恩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就算得了太平区的股份 也始终只是他的婢女与我相见 我这几年几乎没有离开苏州 除了亲朋往来 就只有来京城 他是江州人士 他是神医 神医他姓程 父亲 是他 是姑母的救命恩人 说到这里 他恍然坐直了身子 姑母 韩昌一证 玄吉也恍然大悟 原来是他 原来是他 哎呀 哎呀 那他何止是我的恩人 还是你姑母的 一家两斤都得其主 这这这 哎 不对呀 他说是你对他有恩 我对他有恩 我何曾见过他 有哪里来的恩 姑母 韩元朝 再次凝神思索 韩朗君 韩朗君 你们为什么都这样对娘子啊 你们为什么都这样对娘子 耳边 浮现那小丫头的大哭 以及泪眼急问 郎君 郎君 多谢郎君相助 一个小丫头从门前跑来 仰手喊道 渐行渐进 终于看清面容 也与那位大哭的丫头 融合一体 是他 韩元朝猛地抬起头 问他性命 恩情来日相报 一个瑟瑟的模糊不清的声音 慢慢地在耳边闪过 是他 我的天 是他 一起的一起 原来都是这句话 敢问郎君 高姓大名 那 延朝 是公子的字吗 郎君侠义 令人佩服 原来是为这个 一切的一切 原来如此 公子当的 眼前 那女子 冲自己微微一笑 欺身大礼 原来如此 竟然如此 竟然做得如此 韩元朝 乱乎 雪栗子 雪栗子已经变成了雪片 飞飞扬扬 冯林进京 只带了两个蒲丧 卷着铺盖 就直接入住了 在这雪夜里 偿大的窗底 只亮着几盏灯 显得 阴森 孤寂 门被拉开 扑进了 扑进的 扑进的 让室内的烛火 猛烈跳动 岌岌可危 随着门的拉上 又得以延绵 小丝低声说道 老爷 吃药吧 不用吃 看着卧榻上面 向里而卧的冯林 小丝皱着脸 都要哭了 他怯怯的喊道 老爷 我没事 放心吧 小丝知道 自己家老爷的 倔脾气 闻言也不敢多言 坐在一旁抹来 面向墙壁 看着烛火 投下一片阴阳 冯林再次正正 竟然是他 竟然是他 放在身侧的手 再次攥起来 怎么会是他 啪的一声 烛火爆个灯花 冯林身子微微抖了下 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似乎被人狠狠地 打了一耳光 怎么会这样 那个笑着说 其实如果真要这样说的话 那旧大人的不是我 大人该谢的 也不是我的女子 怎么会 跟这个靠着鬼神之说 招摇煽动民众 以功劳要挟天子朝廷的女子 是一个人呢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怎么会是一个人呢 他怎么变了 怎么变成这样了 变了 他甚至根本就不认识他 就好似那寒昌一般 也不过是一面之缘 风林猛地坐起来 一旁抹泪的小丝吓了一跳 他猛喊道 老爷 风林已经下了地 光脚就走 他连连说道 北车 北车 小丝吓得面色发白 上前一把拉住 老爷 老爷 你要做什么 我要去见他 我要去问问他 老爷 老爷 天太晚了 太晚了 又下雪 风林已经走到门前 拉开了门 寒风卷着雪片扑来 风林的脚步一顿停下来 另外一个小丝 也闻声赶来了 二人一左一右 拉住风林 劝道 老爷 太晚了 这么晚 怎么去见人呢 是啊 这么晚去见一个女子 的确是失礼 风林站着不动了 任风雪扑打 小丝们 小心地劝道 老爷 您先休息 等明日一早 咱们就去 好 风林点点头 两个小丝 小心地 拉他进来 将门拉上 雪夜里的 风宅 陷入安静 但其他人家 还都灯火明亮 来往的人不断 屋门 被刷得拉开 一个披着 一声喊气的男人 走进室内 室内 围坐四五人 看着他 都坐直身子 怎么样 查到了 三年前 一阵失火那次 这长娘子 离京回江州路上 也住在那里 贼人放火 他们当场 射杀贼人 又协助灭了大火 所以对风林来说 是救命大人 听这人说 室内的人都恍然 转头看下高凌波 那这次 真是老天开眼了 穿着家常 道袍的高凌波 慢慢说着 脸上 还有些不可置信 怎么会 这么巧 幕僚们 也都互相对视 也是一脸 不可置信 他们说道 是啊 怎么会 这么巧 还有人 一本正经的问道 你们 有谁去 普修寺 烧香了吗 也有人 一本正经回答 我倒是没有去烧香 只不过路过 济明桥的时候 将一块没吃完的 辣牙头 扔给了一个乞丐 莫非 寄了福报 室内的人们 再次对视一眼 陡然同时大笑起来 笑声几乎掀翻了屋顶 让随风飞入廊下的血 都急转盘旋 高凌波拍着机案大笑 听着满屋子 震耳的笑声 说道 真是没想到 愿为这次 要么无功而返 要么只如愿一见 没想到 没想到 老天爷 承然大开眼 一下子 要让这两个人都滚蛋 真是 人算不如天算 而在另一边 陈少和陈老太爷 脸上神情复杂 父子二人对视一眼 白手让亲随 退了出去 陈老太爷 看着身后的屏风 说道 那次的事 果然是他 旗上 有陈旧笔墨勾勒的 圈圈点点 是说 有孤路人 仅不平 把刀相助 才对如此 成娘子 走了多久了 那十天前 按行程 算他应该走到 冯林报来的详细文书上说 那出手相助的路人 是一行二十人左右 经乘方向而来 护送的是一根女眷 女眷 当场射杀的两条人命 不会真的又是 那个江州傻儿吧 陈老太爷笑道 你还不肯相信 我就知道是他 陈少摇了摇头 抬头也看着屏风 说道 真是天意弄人哪 这一下 反而糟了 陈老太爷 也面色凝重 无奈 火盆暖暖 但气氛 就如同外边的 冰天雪地 这一次 封林把他自己 逼上了绝境了 此时此刻 他不接着告下去 就会被认为不忠 为私利 私恩情 放弃大义 别的御史言官 不会放过他 如果他接着告下去 如愿处罚驱逐了臣娘子 他将来必定要被参一本 竹清明 而背信望恩负义 人都说 忠孝难两全 得了忠 负了孝 为了孝 辜负了君恩 但这一次 他封林 是忠孝都不能全 不管选择哪一个 最后都是错 皇帝 是个人君 这根字 在心里扎下 可就拔不出来了 陈少点点头 面色沉沉 但他 又不能什么都不做 要么冯林坚持告他 他骂人都离开京城 落个身败名利 要么冯林不告 自己请罪 必让离开京城 但事情到底 是没有定论 成娘子 都要背负着这个告明 最终 也难免被其他人 借此继续攻击 说到这里 他将茶碗重重地放下 真是 人算不如天算 室内灯火不灭 伴着飞舞的雪花 门窗上的身影 摇曳拉长 一夜雪停 院内铺满一层 让天光早早地变亮 张老太爷拉开门 才要吸了口清冷的气 一个老仆 一步就站到面前 让张老太爷 差点叉气 他拍着腰说 万平 你要干什么 老爷 冯林的事 你听说了吧 听老仆这么问 张老太爷 满不在意的说 昨晚不是说了吗 又怎么了 说完不带老仆说话 他又想到什么 一面说一面转身 对对对 忘了天上一笔 他救过的 还有这个风铃 老仆 嗨声 赶进去 他急到 嘿 老爷 他救我的这风铃 可是要把他们两个 都害死了 张老太爷笑着 一面失失然 从基案上拿起笔 老仆说到这里愤愤 嘿嘿嘿 怎么会 怎么不会 现如今 风铃已经把他们两个 都避入绝境了 不说救命之 都还有一线生机 拼拼着风铃 每个筋骨 竟然见了成娘子 就晕倒了 这事儿 瞒也瞒不住了 这事儿 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不合对人言的事 有什么可瞒着的 张老太爷说着 提笔 果然在屏风上 填上一笔 端下一刻 退后 老爷 这可是要两败俱伤了 咱家的半亲 已经哭得眼睛都肿了 这个傻丫头 都被他家娘子 卖过一次了 还是不清楚 老爷 张老太爷说着 放下笔 挽起袖子 两败俱伤 自从这小娘子 钻进了我一把之后 我可从来不相信 他会是那种 肯两败俱伤的人 老爷 你也太小气了 还记着这事儿 老仆有些哭笑不得 张老太爷 摆手说道 不是小气 这是千世不枉 后世之师 老爷 那算什么事儿啊 跟现如今的事儿 能比吗 当然呢 都一样 张老太爷笑了 看向他 都一样 一个傻儿的父亲 要将傻儿的丫头送人 跟一个御史忠诚 要将一个 薄名望的女子问罪 这哪里一样 张老太爷说道 不过都是无奈之人 性无情之事罢了 有什么不一样的 门外传来小丝 蹬蹬的脚步声 他探头喊道 万平博 冯中诚到成阳子门前了 果然去了 他会做什么选择 虽然哪个选择 都没有好结果 只是倒霉顺序 还是有个先后的 这一刻 得知这个消息的人们 心里都在猜测 等待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